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着 突然让我眼睛一亮 竟然在路边就看到了一个公共厕所 我心中真是大喜过望 这是我所看过的第三个这种形式的公共厕所 一个在土耳其的以弗所 第二个在图尼西亚古罗马的斯贝特拉 第三个就是这里的柯林寺 这三个公共厕所的位置都在通渠大道 而且都是城市的黄金地段上面 例如这一条以弗所最热闹的大街 左手边是两千多年前 一些众多富豪他们所居住的住宅区 路的两旁都是古代的一些精品店 而公共厕所就在右手边的路旁 那么你可能会皱着眉头想 那这样岂不就是香文千里 路人避之有恐不及 那么还有城市的公共卫生 那怎么办呢 我想这您是考虑太多了 我们就以弗所的设计来说 在这个公共厕所里面 斜坡不远的上面 就有一个从水稻桥 源源不断引进来的流水 那进入大理石的水池 再以管线的分流 让全城市民都可以使用的清洁的用水 那么它多余溢出来的这些清水呢 就会二小时 二十四小时 不停的顺着这个水沟呢 缤纷两路就引入了这个公共厕所 厕所里面呢 沿着这个三面墙 都有挖的圆孔 像长板凳一样的石板 当时呢大家都穿着长袍 只要把这长袍的后面一掀 不必隔间 你坐下来就可以办事了 虽然大家都忙着解放啊 可是你大可以假装很清闲 继续谈笑风声 说不定连女生都可以共同使用 因为我都只看到一个 可以让多人一起方便 而我不曾看到有另外隔壁 还有另外一间 让男女区隔的 说不定这个还欢迎男女共同来使用 这个我可不是乱讲的 因为在罗马时代的公共浴室啊 众多男男女女全裸共浴 这是非常非常稀从平常的事情 而且至少今天的德国奥地里 仍然有很多这样子的三问啊 仍然保持这样的形态 我个人呢就经验过三四次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那么在这个石板凳的下面呢 有一条比较深的水沟 那么清水呢就静静的流着 凡是被所有的绅士淑女消化过 被身体所抛弃所不要的东西呢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 就静悄悄的被流水带走了 保证凡走过的绝对不留下任何的痕迹 更不可能说相闻千里 让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另外当年呢还没有书节 也没有Clinix 那么众人办完了事 那不就花容失色尴尬不已呢 只能坐在那边等到天荒地老 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了 这里还有更奇妙的设计 你注意看看你的脚边 那每个人的脚边都会经过一条小水沟 那么这个水沟的流水呢就像驱水流伤 那清水也是流动不停的 旁边还提供了大家共用的海绵 Sponge 只要拿起Sponge 轻轻的在这个驱水流伤里面呢 算一算 然后你注意到了 石板除了上方有一个孔 它前面也一样有一个圆孔 那就让你手伸进去清洁你自己用的了 设计那简直是一整个的人性化到不行了 真是非常聪明非常了不起的 这种伟大的公共建设是在什么情况 那么又是谁发明的呢 那么这就要讲到西元54年 那么当暴君尼璐登基为罗马皇帝 那么他的统治呢 被批评为很专制以及铺赃 非常浪费 最后尼璐在逃亡的过程 逃难的过程中呢 于西元68年就自杀死掉了 那么尼璐死以后 罗马的秩序呢就陷入了天下大乱 那么一年之间呢 先后呢总共就冒出了四个皇帝 因此西元69年呢 也被称作四帝之年了 那么紧接着 维斯巴西安 就在西元69年呢 60岁的时候登上了皇位 当时罗马帝国呢 国库已经非常的空虚了 财政是摇摇欲坠了 为了他为了振兴这块要破产的经济呢 他就想尽办法要开源节流 包括到处设立这种收费的公共厕所 要收钱 他儿子呢 比特斯呢 就这么说 老爸 这样实在是很没面子 他就拿起了一个银币 就问他儿子说 儿子啊 你闻闻看 有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嘛 对不对 钱就是钱 今天我们上厕所 要收钱呢 就是维斯巴西安 他是始作用的 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收费的厕所 维斯巴西安 他是经过很努力的 遍地的这个财政 最后呢 才有这能力花费 巨资建了罗马竞技场 到今天 仍然是罗马最伟大的地标 那么其中呢 这个收费厕所的贡献呢 应该是处理不少的 那么 90年前 在1930年代啊 巴黎总共有1230个 给男生小便的厕所 就称为 维斯巴西安内 我都不会念法文了 大概就是 采用这个维斯巴西安的大名 以表彰他的发明 对文明的贡献了 但是因为只提供男士使用呢 显然有性别歧视之嫌 因此就逐步的 就被现代的公共厕所替换了 到了2006年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在不在啦 我只好提供德国的街头的 一种比较古典风格的公共厕所呢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今天的法国人呢 大部分都已经忘了这个名词啦 还好 Google上面你还查得到 这是一个男性专用的公共厕所 不要说我骗你 我可没有骗你的 OK 看完了厕所 我们应该要告别柯林斯 向我们的下一站 要向雅典出发了 那么我们离开柯林斯 但是车子大概才走了十分钟而已 我们便来到柯林斯运河 那么我们都知道柯林斯地匣 最窄的地方只有5.3公里 可是如果你从地匣的这个东岸 要到西岸 你必须要绕过坐船 你必须要绕过整个 柯罗奔尼萨半岛 船只必须要走上将近400公里 因此早在西岸前 很多很多年以前 就曾经有人幻想 如果真的可以打通一条运河 那就太方便了 但是开挖这条运河 必须要挖84公尺下去 而且是非常坚硬的岩石 而不是松软的土石 然后运河的水深 必须要有8公尺那么深 水面要有24公尺那么宽 那么底部至少要有21米 在当时这个工程实在是太浩大 难度太高 因此算一算 大家还是干脆努力的划船算了 反正划船的人也不会是我 所以呢 也没有人真正的想说 去尝试完成这个计划 但是在西岸前500多年 到400多年 当时的地匣上面 就有一条木头铺的栈道 可以将船从地下的一端 用人力拉到另外一端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 又有人提出了建造运河的计划 在凯撒以及罗马帝国 第三任的皇帝叫 叫卡里古拉 那么还有尼路 还有哈德莲 各个皇帝呢 都曾经有人来探讨过 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春秋大梦 一做就是做了2300年 最后一直要到19世纪 从西元1881年 要一直挖到西元1893年 也就是说从12年 就挖到一轮 挖到另外一个12年 这个计划呢 才得以完成 但是今天这条运河呢 还是失去了当时 开凿时候的意义了 因为今天的船 是吨位都太大了 只剩下这小型的船 才能够通过这条运河 另外以前的船呢 必须要靠着 波罗贝尼莎沿岸的来航行 因此是非常的危险的 那么今天的船 已经可以远离河岸 远离海岸来航行了 所以呢 这段路也就已经没有危险性 同时呢 今天比较机械化的船呢 比起以前只能靠着风吹 或者是用人力来滑甲 那么要快得多了 因此使用柯林斯运河 所节省的时间呢 也不像过去那么的显著 不过柯林斯运河 仍然是非常繁忙的交通 主要是私人的游艇啊 或者是小型的观光游轮啊 或者是交通船 因为你搭船 从柯林斯海湾 经过运河 到萨隆湾 那么萨隆呢 是以前古希腊的一个国王的名字了 或者说 从爱尔尼亚海 然后直接穿过运河 到爱琴海 这本身就一件蛮有趣的经历 而且柯林斯运河本身呢 那两边高手笔直的那种眼闭 也相当不错看啊 也算是一种卖点啊 虽然通勤费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 一条船 通过的时候呢 就要付每一公尺十欧元的通勤费 也就是说 通过一次 我算了一下 要214万台币啊 6.3公里啊 那么如果说一条游艇 游轮呢 载了400个人 每一个人的平均的过路费 就要5000块台币 哇这真的是相当昂贵啊 我不知道这个资料正确不正确的 但是我怀疑我 有一次我就上网一查 我发现所有的资料千篇一律 都是你抄我我抄你 一字不改 真的是 那他没办法 即便是就是这样子啦 每天仍然有 大概有30条船会经过这个运河 因此每年会有一万一千上 那么其中大多数都是交通船和邮轮啊 如果这个资料正确 那么我算一下 一年的收入将有235亿台币 哇那真是小兵立大功啊 令人嘖嘖成奇啊 好了 我们看完了柯林斯运河 我们现在就要来去雅典咯 再见了 柯林斯 拜拜 OK 我们下个星期呢 就带着大家来看看雅典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